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你好,我是梁彥成 跟大家說說世界大事 貿易戰打響之後 第一遇到困難的就是美國的農民 所以特朗普立即宣布 補貼農民120億 因為現在中國收回重的關稅 美國的出口去中國就肯定賺少很多錢 特朗普就說我們要忍一忍 這個時期,我們這個做法是對的 如果你因此損失去補貼 但補貼不是一件好的事 因為如果農產品售不出去 你就燒了它算了 抖了大海 然後政府就給你一些錢賠 特朗普這樣做 當然是為了保住他自己的共和黨 在選舉裏面 可以繼續得到他的支持者去支持 但他現在搞這些事 那個後果其實是對他真正的支持者 造成最大的損害 例如那些工業的工人 或者是農民 因為那些都是較為右翼的 不是左翼的知識分子 而是較為右翼的 希望守回美國價值的那些人 他們知道特朗普 因為特朗普是有一種的特質 特別是聽到他們的聲音去做事 如果在關稅的問題做得太過分 又不肯談判去解決呢 擺個惡樣呢 只是不斷罵中國 甚至說中國收回他重稅是惡毒 他收人重稅就是公義 就是這樣的做法 那後果有一個現實的後果 就是他的農民受損 工人也受損 因為現在這個通用汽車公司 都預計是來年會有損失10億以上 那就是因為那些鋼材入口貴了 因為他由美國那些公司來買鋼材 那些鋼材要是中國 要是歐洲運過來的 很多人加了關稅 很多人都貴了 然後貴了 車買出去又貴 少了不買 日本車便便宜 這些等等 令到通用汽車公司都要緊縮一下 有10億的損失估計 10億裡面都最後影響了工人 所以工人和農民 甚至軍人 工農兵 本來都是支持有益的 現在搞搞關稅 主要是害那些工農兵 而對真正的那些 搞金融的那些就損害不大 對左翼的損害不大 害他自己 其實特朗普在這些問題上 會不會是過分地將自己一套來做 而不懂得平衡和調協呢 特朗普有時一意孤行 令人難以了解 但是要懂得平衡才行 中國都變來變去 但是他不斷平衡 特朗普看來在這個貿易戰上 不懂得怎樣去平衡 最後不但害人 亦害了己 再一個吧 再一個吧